好 中國大陸現在是越來越強大 但是美國這個老大地位不保真的好緊張 但是不斷散播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先來看到的是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他說大陸走在一條令人不安的道路上 到本世紀中的時候 中國大陸軍事就會超越美國 那這次很快 他不是說只是家門口 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 軍事會超越美國 這是吹捧沙嗎 另外再來看到說 大陸有三個麻煩 第一個是洲際彈道導彈 北京很強 很有殺傷性 還有數百個新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機 中國的核能力 已經有很大的核能力 可以達到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 中俄一的軍事威脅 包括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聯盟不斷的加強 人家沒有所謂的聯盟 另外還說中俄擁有核武的大國 再加上伊朗的話 就會是美國的難題 這個時候挪威人民援助的 這個最新報告也說 2023年有9576顆可動用核彈頭 然後還說什麼 都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所增加的 為什麼呢 他說你看 都是因為增加了大概100多顆 然後100多顆都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但是你美國自己核彈頭更多好嗎 而且美國還在怎麼樣 在很多北約國家都在放置戰術性核武 比利時 德國 義大利 荷蘭跟土耳其 不都放了大概這些100多枚的戰術核武 所以講這個中國威脅論有道理嗎 沒有道理 所以對於這種評論就吃之以鼻 但是我對於米利我倒是要說兩句話 就是米利啊 你不用不安 你美國只要不要去欺負別的小國 那麼你就安全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欺負別的小國 現在中國可不會答應喔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來自於 如果你想再複製 當初你帶領英國 法國去侵略利比亞 然後造成中國三萬五千多個公民 工程師緊急的撤僑 中國的利益 海外的利益大受損失 這個情況不會再讓它發生 所以你只要你美國不去欺負外國人 不去欺負小國 不去傷害中國的利益 那您就不用不安 但是您今天為什麼會不安呢 就是因為您內心裡面還是打算 想要去欺負外國人 例如說2003年的時候 美國人是怎麼去欺負伊拉克人的 怎麼去把海山抓了以後 把它攪死 然後把他的四塊油田 這四塊油田其中有一塊 是承租給中國的 你怎麼把中國從手中搶走 米利不用不安 你們只要不要再去欺負別人 侵略別人 掠奪別人 不要去傷害到中國在海外的利益 您就很安全 不用不安 不過您如果真的又要傷害中國在海外的利益 您就真的要不安了 因為未來中國的軍力絕對是美國的好幾倍 的確 現在中國大陸崛起了 然後你欺負中國大陸的話 但是大陸也是會反擊的 但儘管說這個核能力 中國大陸的確有 但是他也說他不會是主動攻擊別人 一定是被動式的攻擊 還有來看到是說 剛剛賴老師講的那一塊 好像會搶別人的東西 那怎麼跟T-Tok也有點像 逼得T-Tok也要賣給美國人 不是搶取豪躲嗎 另外再來看到中國大陸就不受你挑撥 所以來看到國防部的發言人彈克飛就說 中國大陸軍隊願意跟俄軍加強各項的軍事的交流合作 深化軍事互信 這很多都是安全協防的相關任務 然後他也提到15號到19號 中俄一不是有安全扭帶的演習嗎 那就是按照相關的一個步驟在做 舉行和平的這個相關的演習 好 另外再看到重返了海權大國 一定要提到一個打造驅逐艦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洞五五 但是有更強的洞五五A 洞五五A來排選量1.5萬對 安裝全球第一門的實戰化電磁砲 優化全艦隱身能力 升級相關的作戰的指揮系統 而且大陸軍事增加 陳光文也說 055A就是一個典型的導彈巡洋艦 那這個所謂的電磁砲 美國恐怕也攔不住 電磁砲的相關來看到 美國CNBC也說 每秒來到2.57公里的速度 擊中198公里之外的目標 並且在2017年12月已經正式安裝上艦了 現在剛剛說的是055A也裝上去 電磁砲的一個原理設計 就是用高速度去撞擊 那高速度由於速度快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會進行穿越穿透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如果說對飛機來說 假設你今天一個飛行器 我電磁砲去打擊你 因為我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可以穿越你 那就跟炮彈的性能是很像的 另外我對於攔截的問題 你導彈過來的話 我用電磁砲去攔截的時候 我一樣我可以撞擊你 撞擊你的時候可以造成你的導彈的偏離 或者是本身被撞擊到 或是被穿越的時候 在空中產生爆炸 那由於它本身不是填充火藥的 它是透過電磁砲的推力 瞬間的推上去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它的價格就非常的低 很低廉了 價格低廉 對不起 對 因為你看原本傳統來講的話 你要裝填彈藥 裝填彈藥你還會有發射的一個相關問題 然後這個就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屬於電磁的一個方式 它可以用一些鐵塊 那麼去作為它的推進器 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 美國真的有可能會攔不住這種東西嗎 那個不容易攔 沒辦法 攔的也沒意義 然後它又很便宜 它可能你攔不住 也不用去攔 然後但是你可能就會受到它傷害 它打無人機 打飛行器 那個都是很有用 打船艦 或者打導彈都是很有用 尤其它很便宜 再強調很便宜 速度很快 很便宜速度又快 那這性價比非常高 那我們再看到下一張 講到說中國大陸的確是有一些 重返了武器的一個大國 重返了海權大國 那你美國的確也需要跟中國大陸管控分歧 所以呢來看到齊憲平 最近有沒有可能跟拜登來通電話 美國拜登總統好希望跟習主席來通電話 但是白宮說目前尚未安排 是中國大陸還沒答應吧 那最近呢 美國好多人真的也想訪華 葉倫跟雷夢多也想訪華 然後呢 華自強說呢 來看到美國副住期嘛 也訪問中國大陸上海啊 香港 北京 也要替布林肯來鋪路嘛 但是來看到 就是因為拜登政府想要跟中國大陸有一些溝通 然後蔡英文是不是就被賣掉了嗎 3月29號 蔡英文呢 她過境第一個公開行程的喬燕呢 出席者竟然只有新澤西州的州長 墨菲夫婦 墨菲 但是呢 前一天的時候呢 總統府這邊的副秘書長張敦涵還說 我們這個喬燕呢 應該會蠻精彩豐富的 結果搞了半天 是一個新澤西州的這個州長 然後呢 當地的地主的這些 民主黨的要角你看 民主黨紐約州長霍楚沒來 民主黨紐約市長亞當斯沒來 民主黨紐約州的國會議員通通沒來 會不會是 3月24號的時候 彭博社說 蘇利文其實悄悄的跟王毅啊 秘密通上電話 所以呢 這個關鍵電話 也是讓蔡英文怎麼樣呢 美國也不會給你 拜登政府不會有些官員跟你見面啊 因為來看到 白宮發言人柯比就說 白宮我們這邊政府官員 沒有計劃要跟蔡英文見面 我就先看一下 這個習近平跟 拜登通電話的事 我想觀眾朋友內心裡面應該 跟我都會有一個同樣的想法 就幹嘛要通通了幹嘛呢 對啊吵架 就是意義在哪裡 這個最主要就是因為拜登他的團隊已經從上任到現在都是言而無信 而且是言行不一 那說一套又做一套 一而再再而三 坦白說 大國的領袖是盲得要命 尤其是您看中國大陸從二次 從二會以後啊 兩會之後 您看大陸的 習近平的出訪 好忙喔 接納外賓 一波接著一波沒有停止 都很重要 對而且都很重要 然後都有一堆的合作計畫 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 而這些合作計畫 最後都要去落實 都要去執行 所以每個部門的人都要去盯著 就是說我跟巴西的合作 要怎麼做 我跟沙特阿拉伯的合作 所以你看不管是外交部也好 經濟部也好 商務部也好 中國大陸的每個部會裡面 真的是忙得仁仰麻煩 為什麼 因為有這麼多的合作計畫 都在推動 好那請問一下 我忙得要死 然後你又要跟我通電話 可是你又打算言行不一 那我跟你通電話幹什麼 就坦白說這個話真的是 沒有必要再通了 所以我覺得拜登一直說 我想跟你講 我想跟你講話 可是說實在話 真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講話 這是第一個 除非你美國真的是要解決問題 好 第二個你說雷明多 或者是葉倫想到中國大陸去 去幹什麼 哼 要跟你吵架嗎 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葉倫是要到中國大陸來 說你不要再賣掉公債了 對 那問題就我為什麼不賣 國家利益啊 對不對 然後你不要把美元拋掉 去買美金 買黃金 我為什麼不買黃金 為什麼不買 你美元就失去信賴了 那你的關稅要不要取消 你先取消關稅以後 我們從零開始來對談 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合作的 同樣你商務部 你又給我進這個進這個 進這個企業進那個企業 然後卡這個卡那個 然後半導體什麼的卡來卡去 那你來找我談什麼呢 你都把這些都取消 你來從我們大家從平等的地位 來開始談可以 所以你如果都沒有取消之前 我們沒什麼好談的 同樣的道理 你想蔡英文過境美國 過境美國難道不是 美國人在打台灣牌嗎 那你要打台灣牌 你要付出代價哦 你別想打台灣牌 來跟我換交換利益 那你是買空賣空 因為台灣跟大陸 我們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跟你美國無關 那你美國以為你打台灣牌 我就要讓出利益給你 想得美了 那沒這回事的情形下的話 那你打台灣牌 你要付出代價 我覺得中國大陸 現在主要是要告訴美國人 而且告訴全世界人 誰打台灣牌 誰就必須要付出代價 我覺得這個是 我如果是大陸的領導人 當然我不是啦 我的態度一定是 誰打台灣牌 誰付出代價 那你如果不打台灣牌 我們正常的來往 我們尋找我們雙方 最互惠的方式來合作 但是你只要起心動念 想要打台灣牌 想說用台灣牌來威脅我 勒索我 我告訴你 你要付出代價 那老師那這一次呢 你看拜登這邊的 相關的官員 現在看起來是真的 沒有給蔡英文 有多大的favorite 而且重點是來看到 因為這一趟就是 沒有所謂的民主黨的官員 跟他見面 因為那蔡英文就變得 好像只能跟共和黨的鷹派 來會晤 那搞了半天 最後一刻的時候 蔡英文這邊會不會也自我限縮呢 譬如說來看到 川普時代的國務卿 進行蓬佩奧在最後一刻呢 其實原本呢 大家以為說他們會見面 最後一刻是沒有相關的會面的 然後才台灣這邊說 因為呢這個相關智庫安排啦 所以呢他就沒有跟了 蓬佩奧進行相關的會面 所以我想問一下 賴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呢 那哈德遜研究所的這個 本來要跟他有些會晤啊 有一些談完 大家都在講說蓬佩奧 最後又沒見面 然後呢 但是他回程的時候 4月5號的時候 預計還要跟什麼麥卡錫啦 跟蓋拉格 他是呢共和黨議員 而且是中國事務的 相關的一個領導人嘛 這也都是非常鷹派的 我覺得大陸現在 要對於美國 不管他是企業 或者是個人 就是政治的領袖 個人 或者是一些州長啊 政客 只要想打台灣牌的 想玩台灣牌的 我覺得現在大陸 都要讓他們付出代價來 如果你這個州 想打台灣牌 來對我中國大陸 威脅勒索的話 那這個州 中國大陸的各省 跟他的合作 我覺得就把它擺在那個地方 就停擺 如果是個人要打台灣牌 來向中國大陸威脅勒索 我覺得比照辦理 也就是比照對蓬佩奧辦理 你看現在蓬佩奧很慘耶 為什麼很慘 因為美國的五百大企業 不敢聘他 美國大規模的智庫 不敢聘他 為什麼 只要聘他 他們跟中國大陸的交流 就全部中斷 是 那你只要你大學也好 你智庫也好 聘他 那你們跟中國大陸的大學 或是智庫 或是政府機構的合作 那就中斷嘛 那就全部停止嘛 因為 我又不在乎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說 誰想打台灣牌 誰要付出代價 我覺得要用這個方法才有效 尤其是針對個人 針對某個企業 或是針對某個州 哪個州想打台灣牌 那個州 跟中國大陸的合作 可能就停不停了 那看看你還能不能連任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讓世界各國都死了心 說我不會再打台灣牌了 我們就正常的來往 我覺得這樣的情形下 兩岸的問題是會比較好處理 的確 那這一次來看到 蔡英文有一個很好的對照組 就是馬英九了 來看到馬英九最近來到了 中國大陸訪問 然後其實他也跟國台辦主任 宋濤進行了會晤 然後馬英九也說 希望對習近平總書記的問候 表示感謝 然後也說推動兩岸關係 世界和平發展 共同振興中華 而且還說兩岸一定要談 透過談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先來聽聽看 他們兩個人是怎麼說的 首先 我轉達 習近平總書記 對馬英九先生 親切的問候 和兩者的祝願 歡迎 馬英九先生 回鄉 歡迎 台灣 紅包 來大陸蒼訪 剛才 互相 做出了這麼的供應 在他任內 與大陸民道 在堅持有惡縫時 綁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 推動兩岸關係和民道 實現了兩岸引導的歷史性的會議 歷在兩岸 公在民族 我們充分肯定 習近平總書記說 兩岸同胞加慶 忠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並進 共同開創中華民族人產福祉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有共同的血緣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歷史 共同的願景 這些共同連接 構建了我們兩岸同胞的精神家園 我們中華文化講究 順中追求 我想各位都能夠理解 海峽兩岸分享及傳承共同的 血緣語文 歷史與文化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嚴黃之心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在我任內 兩岸擁有共同的政治基礎 就二共四 能夠實現三通直航 兩岸交流暢通 也讓兩岸能同時受惡 也讓兩岸能同時受惡 我堅定地認為 兩岸的主事者共同的責任 凡是有利於兩岸人民福利的事情 都要去做 凡是有利於增進兩岸和緩 機會的事情都要爭取 兩岸一定要維持交流 共同合作 這一切可能避免衝突競爭 致力振興中華 才能讓彼此有更安全 更美好的未來 那老師你怎麼看 馬英九說一定要談 而且其實他們很高規格 他們一起搭高鐵 我覺得宋濤這次來陪馬英九 也帶了習近平的口信 其實這是代表 中國大陸的最高層 對於馬英九的民族情懷的 一個肯定 我個人是認為 大陸的一些網友 一直不停地攻擊批評馬英九 在他任內的一些事情 其實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因為凡事要看更大的格局 馬英九在民族情懷這個部分 他從來沒有含糊 他在整個中國的主權的完整 包括釣魚島太平島九段線 他從來不含糊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應該要肯定 而他現在在兩岸關係緊張的時候 台獨在台灣這麼囂張的時候 他在這個時候說 兩岸的中國人都要一起 共同的振興中華 這個是勇氣啊 對的確 因為在台灣 他也飽受很多的 不同的聲音 所以可以看到 為了兩岸的和平穩定 來做出貢獻 就值得給掌聲